學生拿著觸控筆 在平板電腦上進行各項數學演練 利用資訊科技 讓傳統的教學變成互動式教學方式 大大提高學童的學習及閱讀興趣 遇到不懂的或是解不出答案的題目 也可以選擇解答 來幫助自己排除疑惑 我本來數學就不太好 因為它有很多練習 然後做這之後就提升我很多 就是用電腦在家裡做 練習教過的 小數 成法 除法 假法 時間的應用 還有減法 就要看影片 然後看了知道如果還是不會做 就是要問師長 智慧教室帶給學生 更前進及科技化的教學資源及環境外 配合功能極強的教學軟體 也可以依照年級和學生的興趣 有老師自行設計課程內容 智慧教室將來也提供他校場觀 作為未來推動互動教學的參考 這個 相較於臨近縣市 南投教育資源明顯不足 能夠獲得智慧學習資源 是相當幸福的一件事情 議員王彩雲希望在本縣多推廣數位學習 藉由新科技的協助 提升學童閱讀及數位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相信這樣 我相信這樣的科技讓我們偏遠地區的學生們受到最好的學習 也是要感謝我們的企業對我們偏遠地區的照顧 我也希望說能普及每個學校都有這樣有意義的教室 讓我們學職學得更多更好 目前僅有一個智慧教室 副議長潘一全認為非常不足 若未來能夠提供更多資源 在本縣全面推動智慧學習 不僅能夠縮小城牆差距 更能提升本縣學子的學習效果 民意新聞 洪一輪 普利 採訪報導